我認識一個朋友 大家都可能跟他一樣 每天早上起床 就是為了等上班 看影片的你們 應該都會覺得 我這位朋友 沒有特別 跟你們一樣 每天起床 就是為了上班上學 擦牙洗臉 準備出門口 但是有時候 我這位朋友會想 這種生活 是不是理所當然的呢 不知幾時開始 我這位朋友看的東西 剩下黑 剩下白 人來人往的場景 都只會令他覺得 孤單一個 有時候在匆忙之間 他會在心裡問自己 今天又是為了什麼 而生存呢 回到公司 他反而覺得 人與人之間 原來是更冷漠的 他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周年 就這樣站在隔壁的同事 想約他吃飯 都要通過短訊 去知會他 那到底 這種是否關係 這種疏離 究竟是否現代人的一種笑話呢 直到有一刻 直到有一刻 他發現 他桌上的盆栽 跟他一樣 沒有人理會 跟他一樣 一一如是 在這等死 他在大自然裡 直到這一刻 他發現 他在大自然裡 找到樂趣 跟陪伴 在這等死 陪伴 政府 經過那一天,她回到家裡,她整個人都鬆了 她開始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麼 她在現實生活中,匆匆忙忙,過一生 她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但是,看到大自然,她發現到了 是一種樂趣,是一種自由 原來這種自由,一直在她身旁 我也不願意在那裡 她你很不願意在那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